接下來我們上個禮拜有用到Wi-Fi熱點的分析 最後希望透過政府的開放資料 來瞭解iWi-Fi熱點的設置是否合理 我們只是簡單地去分析一下 得到的結果就是前五名第一名就是台中市 至於它的位置是否正確 可能細部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再去分析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當然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甚至你可以結合Excel裡面的3D地圖 你可以把熱點給找出來 你可以插入那個 所以下面這個我是沒有Demo 你可以插入3D地圖 然後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地圖的模式 因為它裡面有經緯度的欄位 那只要有經緯度的欄位 那就可以知道說它的iWi-Fi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圖像把它畫 改成像那個所謂的熱力圖有沒有 那你可以知道說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是C屯 我是抓C屯 然後你可以知道C屯的這個部分 是這個iWi-Fi最多的地方 你大概就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合理 你再去分析 我覺得會比起就是你空口做白畫 我覺得更有依據 而且我覺得更具體吧 OK 而且我覺得圖像畫真的太好了 把一些數據跟這個地圖結合在一起 哇 那其實這就滿能夠理解的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那個第四個單元 那這個第四個單元這邊有一個叫做外幣 可能跟金融比較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金融應該跟一般人生活都有關聯性 比如說像什麼 像匯率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買外幣 比如說你要出國嘛 你一定要買 比如說你要到美國 不一定要美國啦 其他國家也這樣 你可能要換美元 或者說你可能到日本 最近日本不是最近開始升息了 可是升息居然它的匯率 竟然它還是繼續扁 奇怪了 會不會漲 已經看到它已經非常非常低了 但是會不會再低 如果再低的話真的是東西太便宜了 那可是我想要用那個什麼呢 了解一下最近的匯率變化 那這邊當然我可以從開放資料 開放平台裡面好像金管會有提供一個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找到 這邊有一個網址 網址的話這個是開放平台裡面提供的 就是叫做每日外幣的參考匯率 這個匯率裡面它提供總共有這些欄位 第一個當然日期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相關的匯率 比如說美元對新台幣 人民幣對新台幣 歐元對美元 美元對日幣等等的 這些比較重要的相關外幣的匯率資料 但是它不是提供一整年的 它好像提供最近兩個月 所以它提供的應該就是三四月 現在四月嘛 所以是三四月 那如果五月的話就是四五月 大概是這樣子 那首先大概會第一個問題 像我們之前是直接點擊這個CSV 它就下載了 可是如果假設你每次都要直接點選才下載的話 然後再把它打開 其實有點麻煩 那所謂的網路爬蟲 實際上就是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去下載跟開啟 而是希望透過程式 直接你執行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網址 這個網址上面的資料 直接就匯到Exale OK 這個它能做的方法很多 其中的話哪個方法最簡單 OK 所以我這邊提供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請各位開啟 雲端上面的雲端板 範例如下 範本如下 那下方的話有一個 就是叫匯率下載的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 我來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一個SUB 應該看得懂吧 慢慢要看懂 因為我們反正以後的程式VBA 它的基本單位就是SUB 然後名稱的話在後方 刮鬍 後面一定有一個小刮鬍 然後一定結束就END SUB 所以頭跟尾在這邊 然後裡面的程式大概說一下 反正第一個就把資料 舊的資料清掉 所以有一個sales.clear 就是把所有資料先清掉 那底下的話我們運用一個物件 叫做query table query就是查詢 tables就是這個表格 所以表格其實就是指的是資料表 也就是這個資料如果在網路上 那我可以把它query查詢到之後 並且把它下載到isale 所以這裡面的話 底下有一個add add connection就是我的連線 那這邊有一個叫text的分號 後面就是它的網址 所以待會可能要加兩個參數 可能要手動加 第一個是直接把剛剛的網址 貼到分號的後面 記得不要貼錯 分號的右邊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這邊有一套pattern forms 後面是空的 那為什麼空的 你要自己填 那其實基本上 目前開放資料大概兩種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pattern forms其實就指的是這個 叫做編碼格式 OK 那如果呢 可能就要記一下 如果是big5的話 那你就在pattern form的數字打個950 950 OK 那如果另外不知道各位沒有印象 還有的叫utf8 大概這兩個 如果utf8的話 那就是65001 OK 所以大概兩種 目前就是這兩種而已 那我們這邊是big5 所以你就填950 OK 那怎麼做 我自己去看一下 那第一個 請你把範本的sub control c OK 接下來的話 就是開啟一個 這個空白的excel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開一個空白的活頁庫 你就直接打開了 反正空白活頁庫 我先把舊的先關一下 這個把它先關掉 然後你就開一個空白的excel就可以了 或者你直接打開了 空白活頁庫 接下來的話 把這個sub貼到VBA 記得吧 第一個其他命令 把那個開發人員 把它打勾 這個一定要開發人員 然後用basic點一下 那程式要寫在哪裡 反正記得啦 以後呢 如果說你要寫VBA程式 大概兩個途徑 一個是錄製 錄製會自己幫你加模組 可是如果假設你不是錄製 那沒有模組 沒關係你可以按右鍵 大概在哪邊按 在這個專案 反正這個專案的下方 任何地方都可以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記得喔 這個就是 如果你要寫程式之前的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Visual Basic 然後呢 記得喔 如果這邊沒有模組 請你自己手動插入這個模組 OK 所以以後 反正這個開頭第一步很重要 如果你連第一步都不知道寫哪裡 那就麻煩了 反正第一步記得一定要插入一個模組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之前就有模組 因為你有錄製聚齊嘛 所以錄製聚齊第一件事 它就會自動幫你插入模組 所以你不需要 OK 因為我們沒有錄製啦 所以我就直接手動加 按右鍵插入模組 那你的右邊呢 會有個空白處 你就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那貼完之後 增加兩個參數 第一個 就是在分號後面喔 記得喔不要貼錯喔 因為這字太小了 我把字放大 工具選項喔 裡面撰寫風格喔 把它變成12好了 OK 這個喔不要貼錯喔 那其實啦 我跟各位講 其實應該理由上不太會出錯 出錯都是 你要不打錯字 要不呢喔 你就是 把東西放錯位置 大概是這樣 我發現其實程式並不難 難的好像都是容易做 就是一些錯誤啦 你不要做錯應該就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貼上 OK 就OK了 第一步喔 不過可能檢查一下 前後不要多一個空白喔 像之前有同學啊 沒事就把它多一個空白 這也不行 一個就不行喔 都一點點東西都不行 然後再來第二步就是把這邊加950 OK 好 完成喔 就兩個步驟 接下來的話把它執行 執行的話呢 其實 如果 正常的話呢 你的網路爬送就完成了 執行一下看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背後喔 馬上幫我把相關的匯率呢 直接匯進來了 理論到K啦 OK 有沒有 這樣就完工了 欸 就 達標了 就網路爬龍就成功了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說 前面我們練習過很多的範例有沒有 像那個iWiFi喔 是不是可以同樣的方法 對 沒錯 所以你們也可以練習一下 把這個網址喔 改成iWiFi的那個網址 有沒有 然後把那個編碼方式喔 改成iWiFi的那個 iWiFi我看 iWiFi其實在第一個單元嘛 還記得吧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iWiFi這個也蠻簡單 這邊喔 然後打開的話還記得吧 這個喔 它是UTF8 所以喔 這個的話呢 如果假設啦 把它示範一下 如果說我把它換成上個禮拜這個好了 把這個網址貼喔 那如果你給的編碼方式 一樣是BIG5喔 可能會亂碼 我執行一下 讓讓讓看 OK 它在跑 不過你會發現 其實為什麼跑這麼久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的資料比較多 因為我記得好像它是幾萬筆吧 Ctrl向下 它一萬多筆 所以跑得比較久 可是欸老師 為什麼全部看起來都是問號 還有什麼怪怪的東西 完全看不懂 因為你編碼設錯了 所以怎麼辦 請你把這邊改成什麼 65001就好了 反正兩個嘛 一個不就是BIG5 不就是UTF8 所以呢 你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就 欸有沒有看到 就 整個就沒事了 就正常了 不過還有一種狀況喔 這條同學遇過耶 就是喔 明明上面寫BIG5 可是一亂還是亂嘛 為什麼 因為 上面誤指了 上面打錯了啦 有沒有 有可能喔 有些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在執行的時候喔 可能發現這亂嘛 就兩個切換一下 要不950 要不就901 大概這兩個 OK好試一下喔 所以我們今天是 欸 這個好了喔 所以這邊是950 我們就是 那個 匯率下載 OK 但是 匯率下載完之後 我如果希望呢 把每個匯率喔 用圖形的方式表示 最好用什麼方式表示 因為它有時間 然後它又有匯率的數字 所以最好用折線圖有沒有 如果你用直條圖 好像只能表達數量 沒辦法表達時間的變化 如果你用圓形圖 好像也是一樣 比例而已 所以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3月1號以後喔 到今天為止 匯率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那其實喔 畫個折線圖 會是最簡單的 但是喔 要怎麼畫啦 其實一般講起來 就是把這兩欄有沒有 先把它選起來 選完之後喔 你就插入這個 折線圖嘛 有沒有 這邊叫折線圖 那一般的話呢 會用還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大概把它畫出來 可是遇到第一個問題喔 有沒有把它插入一個折線圖 奇怪為什麼發生錯誤喔 明明這邊有日期啊 明明也有匯率 那為什麼結果不對 你們可以大概觀察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地方是有問題的 有沒有發現 日期喔 2024-03-01 請問一下 這有沒有問題 你看得懂嗎 應該你看得懂 可是我跟各位講喔 一切我看不懂 為什麼 在以色列裡面如果日期的話 必須要加什麼 斜線 年跟月跟日要分開來 不然如果年月日沒分開來 他搞不懂 他會把它當成一個數字 而不會把它當一個日期 所以你會發現 他畫出來的圖就不對了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你必須要把它修正 怎麼修正 不過啦 當然不是叫你塗法煉鋼 其實怎麼修正 斜線有沒有 再把它加一個斜線 然後按個Enter 這樣就修正了 不過啦 總共有三天幾個啦 你說老師慢慢修正 這也可以啦 可是它安慰時間了吧 所以理論上這種圖法煉鋼的方法 就不應該用手動的方式 而應該用什麼 快一點 聰明一點的方法 問題怎麼聰明 接下來的話 要不就是這樣 你就插入一欄 然後把它轉換貼回去 蓋過去 OK 比如說在這邊插入一個欄位 有沒有 按右鍵 在B欄上按右鍵 然後插入一個欄 然後這邊的話 就給它公式 就是年先取出來 再取月 再取日 然後再把它分別 中間串一個斜線 就是答案 然後把它恢復一下 希望這個關度就不足了 這格式有問題 OK 好啦 把它恢復一下 可是要怎麼樣做 當然公式請各位想想看 不過用公式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假設 你如果再執行一次的時候 它又CLEAR掉 它又恢復了 它又恢復成原來 所以你剛剛做的又重來 又再來一次 好啦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如何利用一個簡單的爬蟲 所以你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所謂的網路爬蟲 這個網路爬蟲 主要會需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去下載檔案 那如果你檔案一個還好 可是你會下載十個二十個 一堆 那怎麼辦 就變成要一直不斷 而且今天下載完 明天還要下載 但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 很簡單 執行資料就全部都下來了 OK 試一下 待會下載完之後的話 再來解決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何去修正這個日期 原理很簡單 就是年月日中間加斜線 只是要怎麼做比較快 OK 你千萬不要告訴我你用人工 職場上還是很多人 他不會的話 真的就是每天就在那邊土法煉綱 所以你說啦 怎麼會做得完 對不對 但如果你聰明的話 其實說這樣寫個程式就好了 那問題寫程式 對同學來說是有點難 不過沒關係 難的把它學會 你以後就變簡單了 對不對 如果難的是你變簡單 當然你工作起來就很愜意 試一下